大力握推 鍛鍊手臂 引體向上炸出背擴機 2001年來台的美系健身房 從台中一路開疆僻土 如今終於啟動IPO計畫 在國內經營連鎖健身房的世界健身事業 已經向證交所申請了 在台灣第一上市 而這也是今年第二家 在台灣申請第一上市的外國企業 它有很多然後不同的場館 而且它的館的裡面 像這一間是 它旁邊有游泳池 然後有停車場可以停車 世界健身事業去年稅前 盈餘三點六八億元 每股純益達六點一五元 目前全台分店一共一百一十六家 會員數超過五十萬 首先在台灣力評上市 跟上對手健身工廠腳步 健身工廠所屬的博溫公司 二零一九年從上櫃轉上市 全台共有六十九家場館 會員數約二十三萬 今年也要力評展店 健身房很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他需要有一個 很蠻多的資本支出 不論是巡點 或者是購買更好的設備 所以進入到資本市場 對他們來講 一定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健身工廠 他是找香月明美 那另外呢 是找Ella 那其實他們主打的訴求 就可能比較不一樣 一種是希望引用魔鬼的身材 但是一種就是比較屬於 看起來就是上班族啦 小清新的感覺 健身霜使用從上市 店內空間到代言人行銷 都要拚 其他業者也持續搶進市場 像是不少明星愛去的三百壯士 全台一共十四家分店 成吉思汗 則主打可練出結實肌肉 HERVS專攻女性 短時間健身 體育課則是以分鐘計費 客群為學生 小資族 看好臺灣健身市場 業者上市展店雙劍齊發 超前布局市場 財力新聞 宋雲寬 李孟山 台北報導 原地不是太多刃的 社交主講庁